宝增英语专题来啦 都知道我是在国外大学读书的嘛 所以就很多私信问我 其实该怎么提升这个英文能力 其实学习英语的方法 真的就是多听多练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五部 我觉得非常适合提升英语的影片 姐妹们看这的同时啊 学习也不能忘 先给你们推荐两个比较简单的 适合初级的宝子们 第一个心灵奇旅 这是我最近看过非常喜欢的一部动画片 主要就是讲了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一个主人公 阴差阳错死亡以后 他的灵魂去到另一个空间 通过一段奇妙的旅程 重新找到他人生当中的意义 讲真啊 对于没有什么英文基础的姐妹 一切迪士尼啊 皮克斯的动画片 你们都可以去看 因为动画片它本身就是比较迎合小朋友一点嘛 所以它的用词不会很难 基本上都是用一些比较日常的 口语化的东西来表达 并且迪士尼最近的动画片 它的利益真的都非常高 看了以后不仅能够学到英语 说不定还能给你的人生有一些小启发 第二个怦然心动 姐妹们应该不陌生了吧 当初我看完以后啊 我那个少女心 这个电影本身就是通过小说改编过来的嘛 不管你是去看英文的原版书 还是去看这个改编过的电影 我都非常推荐 想要提升英语的姐妹去看一看 就讲了两个小孩子 从初恋萌芽 到后来心动的一个故事 对话内容也非常简单 很口语化的 包括里面的一些词汇啊 语法用法 基本上都是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简单有趣无压力 并且同时还能够体会到爱情的美好 还蛮是有宝子们 有时候在家里二刷三刷的 再来分享一些影片 给有一些英文基础的姐妹 第一个我比较推荐就是这个TED 也是我当初学英语的时候 比较爱看的一个栏目 在播客上也可以听 就不用耽误你做其他的事情 每一期大概就是十多分钟到二十多分钟不等吧 里面有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 去讨论不同的话题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所在 去选择性的听 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词汇 或是理论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还是蛮实用的 这节目真的就是既锻炼了你的听力 提升了你的英文能力 还能够学到不少的知识 当你听到更多的人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和声音以后 你自己对于这个事情 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了 好 推荐你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寒假时期 努力的去提升一下自己 第四个就是拉拉链 想当你啊 这个真的是各种各样的讲都拿了一遍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音乐类的文艺片 这个电影真的毫不夸张 我已经五刷了 每次看完我都会有很深的感触 当我们面对一个爱情和事业的抉择期的时候 你会去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这部电影的日常用词也不是很难 大概就是四六集英语都能听懂的程度 里面还穿插了很多音乐剧的片段 多听这种音乐剧 是真的很锻炼你们的听力的 包括你们平时不看歌词啊 去听一些英文歌 也是很能够提升英语能力的 所以这一类就是比较推荐给有基础的姐妹们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美剧 叫White Woman Kill 这个真的是我去年狂爱的一部 讲述的是在同一个豪宅里 不同的时期里面有三位年代不同的女性 对于自己爱情感情婚姻的这个故事 不管是里面的人物还是台词还是剧情 都非常非常紧凑 剧情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狗血 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看这部的原因 是因为它毕竟是发生在三个时代的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不同时代 他们的一些用词用句以及口语上的表达 还是真的是略有不同的 看爽句的同时呢 这个英文词汇啊也真的是有提升的 By the way 刘玉玲她这一口性感的这个发音啊 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找了一部你们真的感兴趣 能看得进去的电影 这样才能够帮助到你们哦 爱你们 拜拜